小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中国电视剧 然后还有看严谨小说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也有鲁迅的文章 然后我也开始想学习汉语 然后学习之后我能自己看懂 我最想可以带我爸爸妈妈 还有姐姐弟弟 一起去看一些北京的民生古迹 比如胡同还有故宫 因为那些都是有特色的建筑 还有悠久的文化历史 中国传统建筑通常有中轴线 这种对政治的舞曲体现了 中国传统建筑的理念 追求尊重 平衡与和谐 中国一直是越南第一大华办 还有第二大出口市场 所以在越南中资企业来越南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我将来的机会也会更大的 我希望可以做关于两国之间的卖艺工作 有机会的话可以留在中国继续工作 或者回国在中资企业工作 我希望你们可以来看看 早知晨 平衡与和谐 我希望你来吧 我希望你来到最后 我们看到的时候 它是一个高龙的地板 就是这样的经济